里面的如果是 不是 更正一下 依然里面的数字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好 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全部都合格 但是我要在回圈的里面多一个判断 所以将来呢 你需要判断的时候怎么写 IF 那写法逻辑上面跟那个 刚刚那个有点像 只不过呢 它必须要分成好几行来做 第一个是IF 后面空一格 加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就是判断哪一栏里面的资料 一栏 一栏里面的资料 就是我要去抓同一列的一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它大于等于60的话 空一格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Enter两下 然后else是反之 再Enter两下 再Enter一幅 那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的逻辑 在VBA里面的一幅的逻辑 叙述 长得就像这样子 就一定是这三行 中间是你要执行的 所以按Tab键 这个也是Tab键 就是如果它大于等于60的话 它会去执行这个叙述 如果反之的话呢 会执行这个叙述 所以我把这个搬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复制到下面 按Ctrl键 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不就好了嘛 然后这边按Delete OK 应该看得懂这个 有没有 If跟Next If跟else 跟End if 那这边多一个then 这个就是基本的结构了 反正以后 你只要需要判断的话 那一定就是这样的写法 这些写法都是固定的 就是架构我想都一样 如果将来你一下子 没办法马上背起来 没关系啦 以后云端上都有 你可以在多做几遍之后 你慢慢就熟悉了 那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样OK 试一下 比如说我把它执行过 你会发现 就会跟这边长得一模一样 当然如果说这个对齐方式 你把它自重也可以 反正这样看起来更OK的话 你就把它自重 这手动自重一下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的成绩的那个程序了 那最后当然 如果你要给它一个清除的话 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 多一个叫做成绩清除好了 比如说成绩再一个清除 就跟我们之前那个 等于有点复习的味道 只是多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要做什么呢 就是不过你就这个地方 就不用逻辑了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逻辑部分删掉 然后呢把居栏里面的东西呢 给它一个空置串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多一个清除了 我们试一下 这边这个 然后把它按直行 清除了 成绩 清除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你再自己再把那个按钮放上去 按钮呢 很简单嘛 插入一个这个 然后放在这边 再点它 复制一下 又不要再放这边 把它贴上 这边就有一个成绩 然后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按钮 OK 然后这边成绩清除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流程跟前面是一样的 按下去 清除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试看 好 重点提示一下 一 确定一下 模组 二 插入什么 程序 是sub 然后成绩 再把这些输入上去 这个我想在云端上应该也有了 如果你实在是一下子没有那么厉害 打不太出来的话 在这边也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